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呀就分为门海斯的用处啊就是线性啊和十倍线性和十倍的平滑啊 有时候就是看的比较尖锐啊是不是可能是什么时候啊我可以给一个平滑啊不太常用好看下面一个啊 rotation rotation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啊按我们键盘的r键就也出来一样的呀是不是 干什么的啊旋转吧对吧那么这个rotation这三这三个一组啊就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粒子发射器啊粒子emitter的一个旋转啊控制它的旋转啊 啊 x 轴 y 轴 z 轴对吧大家发现了没有我这个 x y 轴和我们这个普通理解的 x y 轴不太一样 那我们理解的 x 哪一轴啊 x z 轴向 y 轴向 z 轴向向里对不对 对吧好像在看我的 x 是怎么转的呀 是不是和我们理解的是 y 轴是像一样的呀这个方向对吧 y 轴反而是和 x 是一样的 对不对啊 不管怎么转啊大家知道怎么改都可以了反正大家知道这东西我可以控制旋转就可以了啊好看下面这个值下面这只很足迹了吧 很多地方用的啊速率速度用来干嘛的呀速率是用来控制发射器的速度好我们现在默认是100 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好 把它改为300 看一下 这很快啊 是吧 是我们的速率啊 那么速率下面有个什么啊 Grandom 那怎么什么意思啊 啊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一个素质啊 那怎么叫随机的意思啊包括前面的包括不管前面是速度速度也好什么值也好 只要看下后面这个random就是随机的意思啊一般就是他和上面这个值在一起的啊 包括说是包括说是我上面有一个 那那个什么扰乱对不对 扰乱随机啊什么的各方面 trupleins各方面都有可能啊那现在我的速度是300对不对速度随机 20%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有100吧100 也就是说我100个例子里面有20个例子是速度随机的啊就是100个里面有20个例子速度是速度肯定不是100的啊肯定不是100 每秒发生现在是100个例子对不对我们这100个例子里面有20%的例子是并没有按照我按照我设定的这个速度100的速度去运行啊有可能说是低于100有可能高于100啊就是我们的速度随机啊我们开大线看 是不是有的快有的慢啊很明显了吧快的快慢的慢是不是快的很快慢的很慢是吧啊叫什么呀叫我们的速率随机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下面这个值啊有一个from啊from什么地方就是说我这个速率从什么地方啊这是你不管他什么意思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大家记住中文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啊中文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中文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记下这两个什么区别啊和我们这个速率啊速率是什么呀速率是用来控制发射的速度发射的速度这个是啊发射的速度 这个是粒子的速度明白了吗这两个值啊有点比较容易混 就是说一个速率还有一个运动速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再区分一下速率是用 是用来控制发射的速度运动速率是用来控制粒子运动的速度 明白这两个值了吗啊不要容易混明白了吧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发射新闻的内容啊就这么多啊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其实啊大家多多练一练好吧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学设计上虎课网 嗯 嗯